今天的本土确诊的病例再度标新高达到206例 那么其中呢大部分集中在双北地区 那么现在行政院的人事总处在稍早也公布了 居住在双北地区或是在双北上班的中央 或者是地方公务员 从5月17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28号 采取的是弹性上班 这个时间可以从上午7点半一直到10点钟 下班时间呢也是会配合调整成4点半到7点钟 这个用意是要来分散上下班的人潮 而至于学校的人员呢 则会依各级的教育主管机关来指示办理 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